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開箱我買的新鞋子 然後我們來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該一直一直買同一個品牌的鞋子 不是單純只是品牌忠誠度而已 其實還有更多更重要的因素 目前我穿到現在我覺得最喜歡的鞋子 就是PUMA他們做的鞋子 那不是單純它的LOGO好看而已 主要是因為它的版型非常適合我的腳 所以買同樣品牌最重要的 不是因為你單純喜歡它的品牌 你喜歡它的品牌可能是一個因素 但是你買同樣品牌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它的版型固定 你不會因為你明年再買一雙新鞋 結果發現哇塞版型完全不一樣 跟你的腳完全不合之類的問題 你買同樣一間它單純可能旁邊的設計 它的包覆性稍微改變一點 它的材質稍微改變了一點點 但不會完全它的版型 就是它的每一間公司都有一種特殊的版型 我也不知道 就是像是Nike我覺得它就是比較特別窄 所以就不適合我的腳 那可能其他肩 那個這邊特別硬 像是那個鞋底的那個軟軟QQ那個 特別硬 那我也不太喜歡 那我這樣子買了一大堆買下來 我就是覺得PUMA最適合我的腳 就是每次穿上去 穿個一個禮拜吧 你就超級舒服了 因為你新鞋會稍微 它的旁邊會稍微硬一點點 那大概穿了一個禮拜 你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 你如果一直買同樣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那其實就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為了省錢呢 你去買一些什麼 像是大賣場之類的 那種沒有品牌的神奇球鞋的話 那你其實踩雷機會還蠻大 或者是你真的是 撿到便宜 然後找到一個 哇塞 你超喜歡的球鞋 但是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品牌 那你下一次要買的時候 你可能又會再踩到雷 因為你找不到那一個品牌了 之類的等等問題 那也有可能你覺得 買一個知名品牌的球鞋 好像有點太貴了 就是浪費太多錢 有點像是在買品牌的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 也不是這樣子說 就是你 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時間啦 就你也可以省下很多踩雷的機會 就變成 我現在只要進去Puma 然後我只要看我喜歡的形狀外觀 我就可以買了 就是我只要穿上去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每一個 型號啊 每一個系列 他可能有稍微尺寸不太一樣 那我就是挑一個我喜歡的尺寸 然後就是就可以搞定了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在那裡試鞋 所以如果你一直換品牌 你可能今天是Puma 明天你又換到一個 我們試試看 Under Armor 或是Adidas Nike之類的 你進去你試鞋 你就可以花很多很多時間 而且你可能試鞋的當下 你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在裡面走了30分鐘 你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真的 買了 拿回家穿 真的使用 你在不同的情況下 你在馬路上走 你在走山路 就不同的環境 你走起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有可能還是會踩到雷 像是 反正我就是之前有買到 踩到雷的經驗啊 就是你變成 真的 踩雷了 你才知道 好像不太適合這樣子 你不管你當下 在店裡面到底怎麼跑 怎麼 衝刺 折返跑 你還是會 踩雷啦 所以你就是找到一個你喜歡的品牌 你就覺得 欸 不錯 那你就可以一直 跟著他 就是 一直買啊 一直買他 同樣品牌的鞋子 好啦 差不多就這樣子 反正我 自己買鞋都會 跟著爸媽 然後去 Outlet 就是那種便宜的 我也不管他到底是什麼 當季啊 不當季 我管他的 我只要可以穿舒服 好就買了 我管他的 就Outlet 有時候會有什麼特賣會 三折之類的 一雙鞋變成 可能一千塊左右 就買得到 然後 就變得超便宜啦 不用花個兩三千塊 那種原價去購買 一千塊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雙 超級棒的鞋子 而且你不會 踩雷 我覺得真的是 破棒耶 剛剛跑一跑 有點喘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新鞋鞋的 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還有一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開箱影片的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